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可持续增长率的测算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企业处于可持续增长的话 应该满足什么样的假设条件 另外我们再来数据一下 什么是可持续增长率 那好了 我们说你这企业处于可持续增长的话 它需要满足的假设条件 首先一个 它说营业净利率不变 那么这个营业净利率不变 隐含的结论是什么要清楚 我们说营业净利率怎么算呢 它是用净利润除以收入 这个指标如果不变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分子和分母的变化百分比相同 因此我们就得出这个结论来 那就说你净利润的增长的百分比 和你这个收入增长百分比是一样的 相同的 这个指标才不变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在用的时候 你比如说 说这个2023年 它和2022年相比的话 它说营业净利率不变 也就意味着你23年的营业净利率 和22年是相同的 而且通常情况下呢 在我们题中也会告诉这几话 说这个净利润里面 已经包含了新增债务而增加的利息 为什么要给限定这一条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 你比如说我们将来收入增加的时候 得需要更多的资金做支持 而更多的资金在满足的时候 比如说我可以怎么样 用负债来筹策资金 那你如果说用负债来筹策资金的话 就意味着会增加利息 你一增加利息 那么你净利润就会减少 对不对 那么净利润减少的话 那就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之下 我们将来需要资金 还会再进一步增加资金 再增加资金的时候呢 又可以增加负债资金 又增加债务利息 你看这不就陷入数字循环了吗 那我们这里面给你增加到这一条的话 说我们这个净利润啊 已经涵盖了新增债务而增加利息 就可以避免陷入数字的循环和数字游戏 是这个用途 那好了 接下来第二一个假设 就是资产周转的一步变 那么也就意味着你二三年和二二年相比的话 这个指标是不变的 也叫维持当前水平 所谓说维持当前水平就意味着和二二年的水平一致 那好了 那和资产周转率怎么算呢 我们说他是用这个收入除以资产是不是 那么这个指标如果不变的话 那就意味着分子分母的变化百分比还是相同的 因此呢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来是不是 那就说你收入的这个增长的百分比 和这个总资产的增长百分比是相同 分子分母的增长百分比相同 这个指标才不会发生变化 接下来 第三一个假设 他说权益成数不变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2023年的时候 和这个2022年相比较 这个指标不变 那现在我们想象一下 那个权益成数怎么算的呢 它是用总资产出于股东权益 那么既然这个指标不变 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股东权益增长率 和这个资产增长率应该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们说你权益成数 跟它相关的还有另外两个指标吗 对不对 一个是资产负债率 一个产权比率 还记不记得我们前面在讲这个 长期长债能力这些指标的时候 我们说了 这三个指标 直到其中一个 另外两个都能算出来 是不是 那也就意味着 你权益成数如果不变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资产负债率也不变 你产权比率也不会变化 那你资产负债率如果不变化 那个资产负债率 它是用总负债除于总资产 是不是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的这个总负债的一个增长百分比 和你的资产的增长百分比应该也相同的 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你这三个增长百分比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OK了 这就是它的第三个假设 也就是我们讲什么 叫资本结构维持当前水平 换句话讲的话 就意味着你二二三年的资本结构和二二年是一样的 接下来 第四一个 假设 利润留存率不变 利润留存率不就是一减去鼓励支付率吗 那你利润留存率如果不变的话 那就意味着你鼓励支付率也不变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那既然是二三年和二二年相比的话 这个利润留存的这百分比不变 那么这个利润留存你怎么算的呢 怎么算的呢 那这个利润留存的百分比怎么算的呢 它是用利润的留存 除以当年的净利润了 这不就可以算出你这个利润的留存率吗 那么既然是这个指标不变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 你这个净利润增长的百分比 和利润留存的这个增长的百分比是相同的 是不是 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吗 好 那接下来 第五个假设 他说 不准备发映新股 也不回购股票 如果说你不发映新股 也不回购股票的话 我们由这个假设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那我们各位同学想象一下了 我们在学会计的时候 你说年初的股东权益 年初 这个股东权益 到这个年末股东权益 你说中间的变化 包括哪些呢 哪些因素会导致你的股东权益的增减变化呢 我们说 你如果说在这一年里面 你增发股票 会导致股东权益增加 在这一年里面 如果说你回购股票 你把发映赛股票把它买回来 会减少本年的股东权益 如果说你在本年里面怎么样 有利润留存 你净利润 拿出一部分当股票分走了 留下部分来 那个利润留存 应该会增加这个股东权益 那这里面说了 我们在本年里面怎么样 没有股票发行 也没有股票回购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由年初到年末 这个股东权益的变化 就是那个利润留存了 因此呢 我们就得出结论了什么呢 你本年度的这个股东权益增加额 就等于你本期的利润留存 也就意味着 年末股东权益 减年初股东权益的差额 那不就相当于是那个增加额吗 就是你本期的利润留存额 这是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它的结论 那好了 现在呢 我们说了 如果说你这企业 比如说 2023年 2023年 如果和这个2022年相比的话 满足上面这些假条件了 那就说明 2023年 你是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 这个可持续增长状态 我们有的时候怎么样 也把它叫做平衡增长 既然2023年是处于这种平衡增长 或者叫可持续增长状态 那么自然就会有我们下边的这些 等量关系式 对不对 那就说你收入增长率 等于这个总资产增长率 等于什么净利润增长率 等等等等 最后等于股东权益增长率 就有这样的结论出来 那接下来的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可持续增长率呢 如果说你这企业 满足了可持续增长的这些假条件了 我们可持续增长假条件 刚才不是列了五条吗 这五条我们把它归下类 就可以归为三条 其中第一条怎么样 就是不发行新股 也不回购股票 第二条呢 就是不改变经营效率 不改变经营效率的话 就意味着这里面包括两个指标了 一个是总资产周转率不变 一个是营业净利率不变 第三一个就是财务政策不变 这里面包括两个 一个是利润留存率不变 一个是权业城市不变 那你现在看看 是不是把我们前面那个五个条件 现在汇总归纳为这么三个了 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 就说明你这企业是处于可持有增长状态的 也就是说是处于平衡增长状态 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 我们说你2023年 你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就等于可持有增长率 这搞明白了吧 比如说有的时候怎么样 人家问你了 假公司2023年的时候怎么样 说不增发股票 不回股票 经营效率不变 财务政策不变 然后让你算一下 2023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 那这时候 你所计算的2023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可持有增长率 所以说 你就要按照可持有增长率的公式 去计算 就OK了 我们有一个东西说 老师啊 你看我也分不清楚 书上计算2023年 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的时候 啥时候用内涵增长率算 啥时候按照可持有增长率公式 去计算 你知道你判断不清楚 根源出在哪了 就说你概念不清楚造成的 你概念不清楚 你就不知道在哪里算啥 现在明白了吧 那好了 我们在学这个可持有增长率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注意 为什么 这个可持有增长率呢 我们计算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说我们为什么要计算这个可持有增长率呢 注意 我们计算的目的是为了进行 收入增长的管理 那也就意味着 你比如说 我把这个2022年啊 比如说 它的这个可持有增长率算出来之后 比如说多少呢 这个可持有增长率 假如说10%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你在2023年的时候 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 就可以和这个2022年的这个可持有增长率 10%做比较了 它可能是高于这10% 也可能是低于10% 当然还有可能是等于这10% 不就这么三种情况吗 如果是2023年的时候 如果是高于10%了 那就高增长吧 如果低于这10%了 那就低增长吧 如果正常等于10% 那就说明 2023年是处于可持有增长 是平衡增长状态嘛 不就OK了吗 那好了 那我们在计算这个可持有增长率的时候 是不是肥的要求企业 在可持有增长状态之下 才需要能计算呢 我们说不是的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比如说你2023年的时候 是平衡增长状态 那没问题 是平衡增长状态的时候 我们说你2023年 你的收入增长率 就等于这个可持有增长率10%了 等于22年的可持有增长率10% 当然 它也和23年的那个 可持有增长率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想了 那么你23年的时候 如果是高增长或低增长呢 也就意味着 它没有处在可持有增长状态的话 你注意 2023年这一年 我可以照样去计算它的可持有增长率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在可持有增长状态之下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就意味着 只要是你2023年 是出于可持有增长的状态 我们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就是你这一年的这个 收入增长率 就等于可持有增长率 是能得出这个结论来而已 这是我们学这个内容的时候 需要把握的地方 我们有很多考生在学习的时候怎么样 说计算一下可持有增长率 最后一发现 23年的时候 它没有处于可持有增长状态 这一年就不能计算可持有增长率了吗 不是 它照样去计算 只不过说什么呢 说2023年的时候 如果不处于可持有增长状态的话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这一块等量关系就未必存在了 是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呢 给我们各位同学做个解释 这个链接的内容呢 作为一种额外的补充吧 那我们前面呢 提到这个企业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的时候呢 我们说有那么些假条件 是不是 不发行股票啊 不回购股票啊 经营效率不变呢 财务政策不变 是不是 那这时候呢 我们说这种可持续增长呢 也就是这种平衡增长了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说了 这个2023年哈 那么你的这个消失增长率 就是和可持续增长率相同的 正确认了吧 只不过我们教材上呢 把2023年那个增长率 它叫做实际增长率 其实我个人认为 2023年还没有到来 叫实际增长率 好像有点欠妥 但是没办法呀 我们教材就那叫的 那我们称谓就不改他了 是吧 如果改的话 将来你答题的时候就不好答了 是吧 人家考试问我们的时候 也会这样问 说实际增长率和可持增长率 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就明白 就行了 好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2023年的时候啊 比如说 它这块的这个 消失增长率多少呢 百分之十 这个可持增长率呢 比如说也百分之十 一个相等是吧 那就说是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 处于平衡增长 那好了 那如果说这个23年的时候啊 比如说它增长多少呢 它的消失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五 消失增长率百分之十五 比这个可持增长率比较百分之十 比它高是吧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3年怎么样 是属于这个高增长问题吧 那么这种高增长问题的话呢 我们经过这个观察 这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长期的一个 可持续增长问题 那也就意味着 要想维持高增长的话 就对怎么样 需要额外资金做补充 那这种额外资金做补充 怎么来弥补 它说可以改变经营效率 比如你提高经营效率 可以改变债务政策 你比如说我们增加外部的债务融资 再不行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 还可以发行新股来抽策资金 从这里面 来满足我这个高增长的要求 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 那如果说2023年时候怎么样 我们这块的销售增长率怎么样 比如说为6% 那就说小于这个可税段率10% 那我们经过分析 假如说这种低增长 是暂时的 那么这一人说这种低增长是暂时的 这时候怎么样 作为公司管理层的怎么样 你就是把这种低增长所激励自己怎么样 留下来就可以了 留下来之后怎么样 将来盼望着这个下一次高增长的来迭 因为高增长的时候还需要更多资金做支持 恰好我这时候怎么样 我就会积蓄能量 如果说这种低增长 发现怎么样 这种困难是长期的 那么这种长期的话呢 有两种可能 一个整个行业都不行了 整个行业缺乏增长潜力了 那咋办 那没办吧 转型吧 钢铁呀水泥呀煤炭呢 叫类似这些 未来没有什么增长空间了 赶紧转型 那么如果说是你公司自身的问题 而导致增长匮乏 潜力不足 这是怎么样 这时候作为公司管理层的 得考虑考虑 你为啥 这个增长的不行呢 你要找到这个 具体的一个问题 看看你的评价在哪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 找到问题在之后 我要 开辟一个增长渠道 从而怎么样 把我们企业内部 限制这个企业增长的 这个因素怎么样 我给剃除 然后让企业跑得更快 所以说我们从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 进行一个可持续增长率测算 也就类似于运用我们这块 叫收入增长管理 这是我们进行可持续增长测算 那个最终的目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应该如何精计算呢 我们这里面呢 给了两种计算方法 其中一种计算方法呢 它是根据 七初的股东权益来精计算的 那这里面呢 它假设没有股票发行 也没有股票回购 那么在没有股票发行 也没有股票回购情况之下 它得出什么结论来呢 那就说你股东权益的增加额 就等于本期的利润留存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计算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我们就可以拿这式子直接用了 那就是本期的利润留存 直接除以什么呢 本期七初的股东权益 不就OK了吗 那这个式子咋来的呢 我们做一下说明 说可持续增长率 和这个股东权益增长率 是相等的 那股东权益增长率 怎么算的呢 那不就是用股东权益增加额 然后除以这个七初的股东权益 这不就是股东权益增长率吗 而我们这块的股东权益增加额 就等于你本期的利润留存嘛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股东权益增加额 怎么表出来呢 就用本期的利润留存来表示 那就是用本期净利润 乘上本期的利润留存率 那不就是分子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里面怎么样 再做个调整 我们把这个七初的股东权益 和这一块的这个本期的净利润 结合在一起 那得出结果来 不就是权益净利率吗 只不过我在算这个权益净利率的时候 它的股东权益怎么样 我是用七初的股东权益计算的 这个要特别注意哈 因为我们这里面说的吗 按照七初股东权益来计算这个可持续润益 好了 那个本期的利润留存率放下来 没方便化 别放这 这没问题的吧 到这都能明白是吧 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我们再把这个权益净利率 再把它这个分解开 那么这权益净利率 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杜邦分析体系 那不就是营业净利率 乘上总资产周转岁数 再成立这个权益成数吗 只不过在这里面需要注意什么情况呢 你再算权益成数的时候 不就会涉及到股东权益了吗 那么那个股东权益 我怎么样 应该是用七出的股东权益来表示 也就意味着 在我们这套式的里面 只要是涉及到股东权益的 都用七出数就行了 然后后边那个利润留存率 直接拿下来 往这一放就行了 那也就意味着 我们这些式怎么样 这么一步步的把它拖下来 每一步骤 你要知道它道理就可以了 真正我们说在考试里面 计算的时候 用的比较普遍的 那就是我们这一块的计算方法 就是用本期的利润留存 直接处以七出股东权益 那好了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这样的一种 可持续增长率计算 整体来讲应该没啥问题 是不是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你说这个可持续增长率计算 你说它的核心在哪 你说它的核心在哪 人家说我们教材公式 就这样呆着的 就咋背去了 说可持续增长率 就等于股东权益增长率 为啥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就等于股东权益增长率呢 这个才是我们这种计算方法的核心在这 你只要是把这个搞清楚了 那其他事的都迎人而解 所以说我们讲的核心就在这 你怎么说可持续增长率 就等于股东权益增长率 反正教材也没假 教材那儿裂就这儿裂的 没说明 所以说我们各位 你如果想了解了解的话 我们在这个应许指南上 我们有这个说明 这个根据七叔股东权益的计算的话 它的一个基本的背景什么样 我简单说明一下就可以了 你如果说这背景知识 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就不用管它 你就会用这式子算就可以了 那我们各位同学就跟随我的思路 想个问题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未来这个发展前景怎么样 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通常看什么 看你这个企业 它的收入的增长的情况 收入增长率高还是增长率低 增长的快增长的慢 如果说你这企业收入增长比较快 那就意味着客户的认可度比较高 市场战争率在扩大 经济实际增强 最说明企业在往上走 如果说你企业怎么样 越来越萎缩萎缩 收入往下滑 最后怎么样 可能这企业就退出市场 所以说我们看这企业 未来那种生命力的强弱 通常要看它的收入增长率 然后我们各位在想 你说这个收入增长的快慢 有谁在决定的呢 我们说应该怎么样 是由你这个企业资产的增长的速度来决定的 如果说你这企业资产的扩容速度比较快 这个厂房扩建 生产线的扩建 这个如果扩建比较快的话 那当然就可以支撑我们更高的收入增长 是吧 这个没问题 然后再去想 那什么来决定着我们这个资产增长的快慢呢 应该怎么样 应该是我们这个资金的来源 是吧 巧妇难为五米之水吗 有钱就好办事 你如果没钱的话 你想困钱厂房 没钱 买设备没钱 再好的机会你就会丧失掉 所以说资金来源之事 是不是充分 非常关键 那么作为一个起来讲的话 你的资金来源 无外乎就是两个渠道 你两个渠道 一个是这个债权人可以给你提供资金 是吧 负债 另外一个什么呢 就是股东权益嘛 股东权益这块可以提供资金 就是资金来源这块 那现在大家想象一下 你能否说这个企业我们需要资金 都是靠你债权人给我提供吧 我股东不投入了 如果你是股东 你肯定愿意 对吧 我不掏钱 全让你债权人给你提供资金 那反过来 如果你是债权人呢 你愿不愿意呀 资金都是我们给提供 好你资产负债率80% 90% 那我给你提供这么多资金 将来可能收不回来了 我风险太高了 债权人不傻 对吧 所以说债权人这块 它也会有个底线 对吧 你超过这限度的话 我不再给你提供资金了 风险太高了 所以债权人说什么 说我再给你提供资金可以 怎么办 那你股东这块 权益增加的时候 我可以按照比例增加一些呀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会发现什么 那你这个股东这块 股东权益这块如果增加 那没问题 我债权人可以给你按比例 给你增加资金 那这样的话 我就风险就小多了 凡是我增加给你提供资金的时候 你那块也有保障啊 对不对 你股东权也增加了 比如增加这个10% 没问题 我债权给你提供资金 我也增加10% 我相匹配来走 我的风险就比较低了 这时候债权人怎么样 我就也给你提供资金嘛 所以这时候就想了 归根到底那还是看什么 看这个股东权益的这个增长率呗 那你说股东权益这块增长的速度快慢 那就决定了整体来讲的话 你资金的扩容速度快慢嘛 是不是道理啊 那大家考虑考虑 那这个股东权益这块 如果增长的快的话 你如果通过发行股票 行不行啊 你通过发行股票来筹做资金 确确实实是能够实行的股东权益增加的 但是呢 在美国来讲的话 经过这个数据统计分析 那些上市公司 在整个的这个经营过程里面 他就基本不愿意发行股票 基本不愿意发行股票 那这样的话靠什么呀 那他都不愿意发行股票的话 你要想使股东权益增长的话 只能靠啥吧 只能靠你的利润留存的增加呗 所以说你看看 在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情况之下 要想使股东权益增长 进而维持更快的 这种资金的扩充速度 受谁限制啊 那就要受到 你股东权益增长的限制 也就意味着 就会受到你的利润留存 这块增加的限制嘛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才提出来啊 你可吃增长率 说等于股东权益增长率 而且呢 在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情况之下 在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情况之下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你利润留存越多 将来就能够维持 更高的这种收入增长 所以说我们找到了 它的根源 或者最终的制约因素 就在于你的利润留存的多少 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设置出来 这个就是西金斯模型 这个呢 就是西金斯模型 好了 这就是它的背景和知识 简单了解一下 如果理解不了的 你就索性 一刀一切 算了 不理解了 那就怎么样 那就把这公式记住吧 拿过数来 会算就可以了 好吧 其他东西也不说了 接下来呢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再来计算一下这个可追资涨率 我们说是根据期末的股东权益来定计算 括弧里面的我们桌上了 这叫通用公式 说为啥叫通用公式 怎么叫通用啊 那就说 如果说你这企业里面怎么样 比如说有股票发行 或者是回购 没问题 我可以用这个事来算 另外怎么样 如果是没有股票发行 无股票发行 或者回购的 意味着我也可以用这事来算 这叫通用 是这个意思 那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表达式 那就是说可追资涨率是什么呢 用你的本期利润留存 这个本期利润留存怎么样 就是你本期的净利润 其中一部分当股利分走了 留下那部分 就是本期利润留存嘛 除以什么呢 除以期末互动权益 减去本期利润留存 那好了 这时候你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这企业 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问题的话 那就意味着 你期末股东权益 减去本期利润留存 那肯定等于 期出股东权益嘛 所以说这个时候算的结果 和我们根据期出股东权益 算的结果是一样的 如果说你有股票发行 或者回购问题 那么你用期末股东权益 减去本期利润留存 就不等于期出股东权益了 也就意味着 这时候算的结果 和按期出股东权 算的结果就不一样 就不一样 因此我们吧 叫通用公式嘛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啊 一旦出现有股票发行 或者股票回购问题的话 注意 必须要用这个事再算 你就不能再用 那个期出的股东权益的 那种结果方法 因为有股票发行 有股票回购的话 就意味着 你这块的年末股东权益的变化 就得考虑到 这个发行和回购 对它的影响吧 你如果说还按照 期出的股东权益计算 那很显然是不合适的 好了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这个式子 来看一下 它引申出来的几个地方 首先 那我们来注意一下 这个式子呢 我们给它稍微有个变形 怎么变的呢 你看分母这块有个1 如果说这块要有个1的话 那就意味着 那肯定就是我们这个式子的分子分母 都得除一个其木骨的悬液 这块它有1是吧 那我们把上面的式子呢 分子分母都除以个期末股东权益的话 那我们来看 这块相当于是用本期的利润留存 除以期末股东权益是吧 而本期的利润留存怎么算出来的呢 应该是用净利润乘以 本期的利润留存率 那不就是利润留存吗 对不对 然后净利润呢 除以期末股东权益 这块要不得到一个权益净利率吗 好了分子就出来一个指标了 是不是 是权益净利率乘上利润留存率 分母呢 下口就是1减去那分子 是不是 所以说怎么样 我就可以写出这样的 X除以1减去X 那X什么呀 X就代表是权益净利率乘上利润留存率 是不是 好 接下来 我们这个权益净利率呢 我又可以把它按照什么呢 按照这个杜邦分析方法 是不是就可以分解为 三个指标相乘呢 对不对 然后这个利润留存率怎么样 就直接拿下来了 是不是 好了 这样的话怎么样 分子就变成了 四个指标相乘 所以说怎么样 我还可以写成X除以1减X 是不是 只不过这时候X怎么样 是四个指标相乘了 引以净利率 总资产助转次数 权益净数 还有这个利润留存率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了 根据我们前面讲过的 那个可持续增长的假设条件的时候 你注意一下 这个营业净利率和总资产助转次数 它们可以和到一起 是不是 表示了你这些什么 表示你写的经营效率问题 然后呢 我们说你这个权益净数 还有利润留存率 它可以放到一起 是不是 这两个指标反映什么呢 反映你财务政策问题嘛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这四个指标 其中两个反正是经营效率问题 另外两个反正是财务政策问题 是吧 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就有意义了 那好了 那说我们这个式子是咋来的呢 所以说我们通常来讲的话 说你这个给你期末股东权来计算的话 为啥这样算呢 为啥这样的 其实也是有这个根源的 那么这根源的解释呢 我们在这里面也就不说了 有兴趣的你去参考一下我们应试指南的这个内容 没兴趣的话 OK 截止 你如果有兴趣呢 我想看一看呢 一看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 也先放一边吧 等到将来你这个CPA考试过关之后 往后再去研究去 那就我告诉了你这个研究的这个 参考的资料是什么 根据期末股东权来计算的话 这就是讲的是泛荤恩模型 我们说呢 根据这个期末股东权来计算的话呢 这是泛荤恩模型 那就说将来啊 就是我们考完试之后 你说这个 哎呀 我想考上研究研究这个可持育增长率的问题 那将来我就把一个西金斯模型 一个泛荤恩模型 或者把它圆满资料给你提供出去 你将来想研究再去研究 你在参加我们这种考试的时候 应试的这种期间 你就先不要研究它了 研究半天 最后你还研究不明白 往后还耽误那么多时间 是吧 考完之后再研究 想问的话 将来考完CPA之后 问我 我告诉你 好吧 因为我们参加考试了 各类考试都有 对吧 有专科生 有本科生 有研究生 对吧 你比如说这个科班出身的啊 学会计 学采管 学审计的研究生 那我还没吃饱 我想吃一吃 你可以看一看 你如果说你是纯素的考生 跟我们这个会计采管 一点不沾边 我们正经该考试的东西 你学都已经很困难了 这些东西你就先不要看它了 明白了吧 所以说我老家讲课的时候 各类考试都在江湖道 而且告诉你什么时候去学 什么时候 这个去看 这个把时间安排好了 别现在 没按着天盯着这个东西 我们有一会儿说 老师你把那个东西给我 我先存下来 不用先给你呢 我有时候先给你先 现在别看啊 我那原版资料都有 都有 好吧 再强调一下啊 感兴趣的看一看 不感兴趣的 OK拿走 感兴趣的话 看不懂 你就先看不懂 先放着 以后再说 拿到这个责任书之后 再去学习 好吧 将来想读研究生 没问题 抱我拉甲研究生都可以 带人家好好学习 财务管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有些地方呢 还需要给我们各位考生呢 再进一步提示一下 说我们这个公司挺长是吧 记不住 那我们就告诉一下 根据期末股东权益 来计算这个 可持续增长率的时候呢 涉及到这个利润表指标 用的都是本期数 涉及到资产负债表呢 这些指标 都用的是期末数 把这个呢 需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 我们刚才在讲解这个计算方法的时候 也说过了 如果说你没有股票发行 或者是没有股票回购的话 那我们说你根据期末股东权益 来计算的这个可持统率 与按照这个期出股东权益 来计算的可持统率是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如果说你这里面存在的股票发行 或者股票回购 一定要注意 必须要根据什么 根据这个期末的股东权益来计算 道理很简单 因为股票发行和股票回购的话 它会影响到期末股东权的金额 因此必须得考虑 必须得考虑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个题 假公司呢 处于可持续增长状态 2019年末 净经营资产呢 1000万元 净负债呢 340万元 我们根据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那种平衡关系式的话 应该是净经营资产减净负债不就等于股东权益吗 2019年的营业收入呢 1100万元 净利润呢 100万元 鼓励支付率呢 40% 那就意味着留存60%嘛 也就意味着我这块的本期的利润留存呢 应该有60万 可是假公司呢 2019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是多少 怎么来算呢 那2019年的这个利润留存 我们先算出来 净利润呢 乘上一减去鼓励支付率是吧 那这个2019年的利润留存有了之后 那我们根据这个提供的数据怎么样 2019年的这个年末的股东权益可以算出来 是不是 那就是净经营资产呢 减去净负债 年末股东权益吧 那年末股东权益有了之后呢 再减去这块的利润的留存 那不就OK了吗 然后呢 用本期的利润留存一除 结果就出来了 10% 不复杂吧 那你说我们各位同学 在学可吹增长率的时候 那不理解 这不理解呀 这个题会算吧 会算就OK了 不要想那么多了 想那么多想不明白 还让自己那么很胶着 学得很纠结干嘛呀 是吧 你看考的很简单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吹增长率 和这个实力增长率 两者之间什么关系 我们说这个可吹增长率呢 根据我们前边的一个概念 它是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购 这是一个条件 是吧 另外呢 就是你的经营效率不变 财务政策不变 在满足这些假设条件之下 我们说 你这时候的那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就是可吹增长率 是吧 这是基本概念 得搞清楚了吧 那我们说 你那个实际增长率 什么意思呢 你比如说 这个2023年啊 你的这个收入增长率 怎么算 2023年的这个销售收入增长率 应该是用2023年的这个销售收入增加额 对不对 那就是用2023年的收入减击2022年的收入 增加额嘛 再除以2022年的收入 不就可以算出那个增长的百分比了吗 那我们说呢 你这个23年的这个销售增长率有了 然后呢 和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然后做个比较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看 你这个23年的时候 你是属于可持续增长的 还是属于这个高增长呢 还是属于低增长呢 然后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 那么你这公司的经营效率呀 财务政策呀 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变化和安排 这是我们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达到一个目的 那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有个地方呢 我们再做个说明 就是我们计算出这个可持续增长率之后 目的什么呢 是进行将来的这个收入增长的管理的 你比如说 我们要看一看哈 你这个2023年 你的这个收入的增长率 和这个2022年的 这个可持续的 这个增长率 然后呢 我们做个比较吧 比如说你这个2022年啊 你的可持续增长率 你可能是高于10% 比如说15% 也可能是等于10% 还有可能怎么样 是小于10% 不就是这种三种情况吗 如果23年的时候 你的收入增长率是高于15% 高增长了 是不是 那就得需要有更多的资金了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的经营效率呀 财务政策呀 做调整 才能满足这个15%的高增长要求 是吧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23年的时候 你的收入增长率是8%的话呢 同样我们的经营效率 操务政策也要做调整 是不是 来满足这8%的要求 那如果说23年的时候 你的收入增长率 恰好10% 和22年是一样 所以平衡增长 是吧 那我们经营效率 操务政策就不用变化了 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 那你说2023年的 这些收入增长率 23年还没有到来 是吧 那属于未来 但是我们教材上呢 把那个未来的增长率 它也叫实际增长率 所以我觉得好像怎么也 说得不那么顺 是吧 23年的时候我们说 应该是预计增长率嘛 还没有到来呢嘛 但是没办法呀 我们教材上把那个 就叫实际增长率 那我老家也不能改啊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就这出题的 就说实际增长率 和可持续增长率 之间的关系 他就说实际增长率 和可持续增长率 之间的关系 他就这出 那你对你那打呀 对吧 你就不能给改了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描述的时候呢 索性怎么样 我就说 那是23年的增长率 那是22年的 什么可持续增长率 我这样来描述 你们都明白了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说 这些实际增长率 这些词你还得用 我们没有全力改的教材 是吧 不合理就不合理呗 存在就是 有它的合理性 那没办法 是不是 这个教材怎么写 就怎么答 你别给瞎盖词 你盖词 这个 越界老师看不明白了 那就扣你分了 但是我们听课的时候呢 把它听明白 这个道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分明来看一下吧 首先一个 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 什么意思呢 也就意味着是处于 可持续增长的状态了 那就说 明年 比如说我就定为 2023年吧 那就说 2023年的时候 你的经营效率和 财务政策 与这个今年 比如说我这2022年吧 与它是相同的 经营效率里面 不是有两个指标吗 营业净利率和 总资产助产次数 财务政策里面 不是两个指标吗 这个 权益成数和 利润留存率吗 那就意味着 如果说23年和2022年的时候 你的经营效率和 财务政策 相同 那就意味着 那个四个指标 都是一样的嘛 想象一下我们前面 在讲这个可持续资产率的时候 根据期末股东权益来计算 那个可持续资产率 分子是四个指标相乘 是不 分母是一减四个指标相乘 对不对 那么既然我们说 那四个指标 23年和22年是一样的 你能懂什么结论来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23年的时候 你的可持续增长率 和这个22年的 这个可持续资产率 应该是一样的 是吧 因为都是用相同数据 来算出结果 这是一个可持续增长的 假设条件之下 有这么个结论 是不是 23年和22年的 可持续资产率相同 那么我们说 你既然是处于 可持续增长状态 是平衡增长 那就意味着 你23年的 这个实际增长 也就是意味着 23年的消耗增长率 它就应该怎么样 应该和你的 可持续增长相同 是不是 可持续增长率 22年比如说10% 那就跟10%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 我们这三个 应该都是相同的吧 等量关系不确定出来了吗 那就意味着 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等于22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也等于23年的 这个销售的 一个实际增长率 OK了吧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接下来 第二种情况 叫超长增长 也就是高增长吧 比如说 2023年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那四个比例里面 就有一个或多个上升的 那么一个或多个上升 目的是什么呀 来满足高增长所需要资金吧 既然是高增长的话 就意味着 你这个2023年的时候 它增长率 它说高于 2022年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比如说2022年可持续增长率 10% 这个23年的时候 你的销售增长率 比如15% 那也就意味着 你要维持这种高增长的话 就得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持 更多的资金支持 怎么来支持 那就是什么 我就要改变这个四个比例 改变这个四个草比例里面的 一个或多个 你比如营业剂率提高 总资产助产次数上升了 或者说权益成数提高了 或者说我们的利润留存率提高了 就可以满足高增长所需资金 那么再有 由于这个指标里面的 一个或者多个上升了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计算出来的 2023年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肯定要比2022年的这个 可持续增长率要高 想象那个式子 分子是四个指标相乘 分母是一减去四个指标相乘 如果这里面有一个或多个上升 那么根据上升之后的指标 算出的最终结果 肯定要高于上一年 这结论没问题吧 不难理解 不难理解 接下来就是急速增长 叫低增长了 低增长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意味着这个2023年 它的收入增长率 那要比怎么样 比2022年的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要低了 比如说2022年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多少呢 假如这块百分之十 而我们23年的时候 增长率多少呢 假如百分之八 低增长吧 那么低增长的话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说你23年的时候 你那个四个比率里面 有一个或多个就会下降 你可能是营业净率的下降 可能总资产周转 次数下降 也可能是权益承受下降 当然还可能是利润留存率的下降 那大家可以想象 那大家可以想象 我们根据下降之后的这些指标 再重新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 2023年算出的可持续增长率 肯定是要比2022年的 那个可持续增长率 肯定要低嘛 你看几个东西就出来了嘛 所以说只要是我们熟悉了前边的 那个根据期末股东权益 来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话 那我们这些结论应该没啥问题 对吧 接下来 我们为了方便 对于这个持续增长率 还有这个可持续增长率之间 关系的理解 我们有些地方呢 需要再进步说明 如果说明年就是2023年吧 它的收入增长率 如果说和2022年的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如果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话什么意思啊 那就属于是非平衡增长吧 他说 看条件啊 如果23年的收入怎么样 我不增发新股 也不回顾股票 然后呢 资产周转率也不变 然后呢 这个资本结构也不变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这些不变的情况之下 我们说 需要调整个指标 要么就是调整明年的 这个应急率率 要么就是调整明年的 利润留存率 对吧 只能是借这两个指标的调整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会要你计算一下 那你说你明年的营业净利率 达多少呢 或者明年的利润留存率达多少呢 要求这指标的时候 我们说没问题 你就可以直接带入 可持续增长的公式就可以了 为什么可以直接带入呢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2023年的这个收入增长率 和20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一样的 所以既然告诉了你 2023年收入增长率的 比如说为15% 那没问题了 在这样的假条件之下 就是什么 不增发股票 不回股票 资产周转率不变 资本结果不变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那就说你23年的收入增长率 和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直接带入了 就说了 为啥一样呢 我怎么理解不了呢 为啥这个23年的时候 收入增长率15% 和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一样都是15%呢 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分析 那如果说你23年的时候 你资产周转率不变 什么意思呢 那你资产周转率不变的话 就意味着你23年的 资产的增长率和 23年的收入增长率是一样 多少啊 15%对吧 把数标上 那就意味着你分子分母 往后变化百分比 相同的时候 这指标才不变的嘛 既然我们告诉了 23年的这个 收入增长率15% 所以说23年的资产增长率 我推出了也是15% 对吧 然后再有 他这个23年的时候 说这个资本结构不变 那资本结构不变的话 就意味着你权益成数也不变了 那权益成数不变的话 什么意思呢 那就意味着 你这个分子分母的 变化百分比相同 是不是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资产的增长率 应该是和 23年的股东 权益增长率也是相同的 也是15%对吧 这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说了 那你这个23年的时候呢 你没有发行股票 也不回股票 那没有发行股票 没有回股票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你明年 也就23年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股东权益增长率 不就等于你的可持增长率吗 所以说你可持增长率 也是15%嘛 你看出来了吧 所以说呢 你就可以直接根据 这个23年的收入增长率 就怎么样 可以直接去计算 这个指标去了 营业净利率 或者利润有损率 就可以了 代入公式 直接算 这结论清楚了吧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第二种情况 如果呢 这个23年的时候啊 比如说 它的这个收入增长率 和这个22年 它的这个可持增长率 如果是不相等的 那就说明什么 23年也是处于 非平衡增长了 比如说告诉你了 说这个23年 不发行股票 也不回购股票 然后营业净利率不变 然后利润流出率不变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了 这种非平衡增长 就需要调整谁呢 要么是调整权力乘数 要么就是调整 这个资产周转率 调整某一个指标的时候 假设另外一个指标 还是不变的 这时候咋办 说我们23年的时候怎么样 需要调整这个指标了 那么也就意味着 需要测算一下 23年的时候 这个指标多少 怎么办 我们说 这时候就得需要 把23年 这个可持续增长率 得算出来 把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算出来之后 然后再带入这个公式 求解你这个位置数 就OK了 那你说了 那这种情况 跟刚才那个怎么不一样呢 刚才那个 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把 23年的收入增长率 直接当作 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来用呢 这个为什么就不可以 因为在我们这样的假设条件之下 23年的这个收入增长率 和23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你就不能拿来直接用 你得先计算一下 这个23年 它的可持续增长率是多少 你才能带入公式呢 你不能把那个收入增长率 直接拿过来用 说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就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呢 23年的时候啊 比如说你收入增长率多少呢 收入增长率是15% 这个2022年的时候 比如说你的可持续增长率是10% 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是不一样的是吧 以为我们23年的时候 是有高增长 高增长 那么比如说 我要求解什么呢 看一看你23年的时候 权益乘数多少 我要调准这指标 那我要求解明年的23年的权益乘数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那个资产周转率不变了 跟22年是一样的 那现在大家想一想 在没有计算之前 那你说23年的权益乘数和22年相比 是上升了下降了 应该肯定上升了嘛 因为你23年是高增长嘛 高增长的话就意味着 在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之下 只能是提高这个指标 才能够解决更多的资金嘛 来满足高增长要求 所以说怎么样 23年的时候 你的权益乘数肯定是提高的 那么权益乘数提高就意味着什么 那就意味着23年的时候 你的资产增长率肯定要比那个 股东权益增长率要高嘛 这没问题是不是 分子增长版比 大于分母增长版比 这个指标它会上升 对吧 因为你要求解的是权益乘数 那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资产周转率没变呗 那资产周转率没变的话 就意味着它和22年是一样的 如果这个指标没变的话 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的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率 在23年的时候是一样的 分子分母增长相同版比的时候 这个指标是不变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收入增长率 我们说等于这个资产增长率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两个一替换的话 因为你收入增长率和资产增长相同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收入增长率肯定大于你股东权益增长率 也就是23年的时候你的收入增长率 肯定会大于23年的股东权益增长率 我们说在没有股票发行 没有股票回顾情况之下 那么你23年的股东权益增长率 不就等于可持增长率吗 所以说就能得出结论来 什么结论呢 23年的时候怎么样 你的收入增长率肯定要比23年的可持增长率要高 所以说不一样吧 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 就得先计算一下23年的这个可持增长率 而不能把这个23年的收入增长率直接拿来 去用 那是不可以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内容 他说如果这个23年的时候 这个收入增长率和这个22年的这个可持增长率 如果是不相等 说明是非平衡增长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说在计算区中任何一个比率的时候 我们说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叫什么呢 叫根据不变比率去推算 而不用根据我们前边的公式直接去计算 说根据不变比率去推算 啥意思 你比如说 说资产周转率不变啊 那就说什么 说明你的资产的增长百分比和收入增长百分比相同 这就说什么 根据这个不变的比率 我就推出这些结论来 是吧 再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权益成数不变啊 推出什么结论来呢 那就说你资产的增长率 应该是和这个股东权益增长率相同啊 你看 由这个不变比率就能推出这个结论来 那么这样的话 依此类推 就可以把你要求的这个指标你算出来 你比如说我要求一下那个营业净利率 那营业净利率呢 不就是净利润除以收入吗 你只需要把二三年的净利润算出来 把二三年的收入算出来 两个相除 就是你二三年的营业净利率 那么你二三年的净利润多少 二三年的收入多少 就要根据这样的不变比率去推出这个结论就可以了 怎么去推算 我们后边讲解例题书再说 不拿例题书讲不清楚 这个我们放到后边再讲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